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陈信村却在里面混得风生水起 还和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官员结交了 并且官员还对他很有善 因为这份香火情 他承报了烟草公司总代理的生意 当时的日本占领区域 所有的烟草都是由他提供的 日本人给了他这么大的帮助 他也投套暴力 烟草的利润值很高 获取了巨大财富的陈信村 就购出了两架飞机送给日本军队 还将飞机命名为信村一号和二号 国难当头 他却因为借助了日本人的力量 赚得盆满钵满 是名副其实的汉奸 不过战争结束以后 他却没有因为被起诉是汉奸而获得什么罪名 反而再度回到台湾 进行对日本的香蕉出口 不得不说他虽然德行欠佳 但确实是一位商业界的女强人 陈信村一生有两个子嗣 但是真正继承了他天赋的是孙女谢连访 他还是日本首位华裔大臣 谢连访胜于日本 由于是混血的缘故 所以颜值十分高 他从大学开始就踏足了演艺圈 随后成为著名的主持人 他很有爱国情怀 选择潜心进修 前往中国北京大学学习中文 此后两个子女的名字 一个是翠兰 一个是林 贴信自己不要忘了根源来自中国 2004年 谢连访成为政坛的议员 他被称作是日本的希拉里 此后在内阁也担任了很多职务 是首位华裔大臣 更是在2016年 成为了民进党党首 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强人 好了 今天的外面型男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没讲理性的朋友 别人转发关注哟